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天一早来到立法院备巡 不过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店的这个问题 因为桃园在16号的时候是有上万户大停电 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在桃园平镇又有上千户是停电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些的停电的事件都让桃园市长张善正去痛批说 蔡政府八年任内能源政策是荒腔走板 但你来听王美花的最新回应 桃园的设备坏掉 跟桃园的系统没有关系 那张善正是说能源政策荒腔走板有这件事情吗 桃园的这个事故跟供电完全没关 所以我想大家就事论事 那礼拜一北台湾差一点限电 这个跟限电有关系吗 就是跟缺电有关系吗 桃园的全市事故 那我说礼拜一傍晚的北台湾差一点限电 这个是因为没有限电 那这个是因为确实地震 让我们很多的机组 有的当天就发生故障 那有的确实是几天之后发生故障 那这个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故障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不知道怎么看 好可以听到欧美花呢表示说停电这样的状况呢 跟缺电是没有关系的 主要是配电的设备上面出了问题 那可能呢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导致这些配电设备出状况 那会发生停电这样子的事情 跟缺电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也隔空喊话要张善政是旧事论事 那另外也传出喔 最近呢这个台电是有意要用水来发电 不过呢 王美花在今天早上到立法院被询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点小迟到的 所以呢针对这些提问是没有多做回应